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我们的算法和数据结构了 我们一开始会从一个简单的数据结构开始学习 对吧我们看一下 我们首先学习第一个数据结构 站 站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没有什么神奇的 大家用一种弱智的眼光去看待它就行 对了 导论里面忘了说一点 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个续结构呢 其实对我们的data script还有一点好处什么 就是我们能更加深入的理解一些数据啊 或者说类啊这些东西的操作 其实呢是大有弊意的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使用的一些工具是什么 我们要使用的工具其实就是两个就够了 一个是这个VS code 对吧 你可以在百度然后下载一个 一个呢是croom 谷歌浏览器 当然呢我相信你会看这个课的话 基本你都会有这个东西 但下载好之后呢打开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针对这个VS code 去下载两个插件 方便我们去使用它 好 呃在这里呢我们打开VS code界面是这样的 对吧 当然可能不太是这样的 我们关掉重新来一遍 首先啊我们在随便找个地方 创一个文件夹比如说我在桌面上创了一个叫代码的文件夹 OK 然后呢打开VS code是这样的 对吧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很多人不习惯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代码这个文件夹对吧新建了拽到里面来 然后呢啊接下来我们就是打开了代码这个文件夹去看我的鼠标的位置啊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侧边栏里面呢有几个按钮我们会用到的只有第一个打开这个资源管理器对吧 就像文件夹延的东西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就下面这个就是装插件的我们要装两个插件 第一个叫viewinbrowser就这个插件 诶怎么还想失论啊browser对吧 viewinbrowser它呢能够呃在浏览器里面打开咱们的html文件对吧 呃会比较方便一点咱们就不用去找文件了 好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在这里打用p a th pass 对吧它有个诶怎么这个有点奇怪呢 是这个啊pass intelligence路径补权我们装一下这个这个python这个不装的啊 这个点错了啊重新加载一下 记得装完要重新加载啊重启不然它是没有用的 当然啊今天电脑有点卡 好我们现在呢打开了这个代码这个文件夹对吧 在这编辑然后点这个按钮第一个按钮呢是新建一个文件 第二个呢是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呢我们点一下第一个新建文件 新建一个index.html ok然后呢打开是空白的 输入一个碳号加上一个tab键 tab知道是哪个吧就是你的大小写切换上面那个键 对吧左边键盘那个 碳号注意啊是英文输入法这点我应该不用跟大家强调了 碳号加tab对吧 ok这时候呢我们就有了个模板 然后呢再输一些内容 呃算法啊数据 对吧这输法呢谈一下数据 嗯哼 数据结构测试 对啊要按下 ctrl加f1 ctrl对吧 当然大家知道mac里面呢是command嘛 ctrl加f1 f1去打开这个 tml文件在chrome里面对吧咱们试一下 但呢可能会像我这样啊 报了一个错乱临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在mac上好像不太好使 那没关系在这里右键 view in browser也可以去打开对吧 虽然这种方式有点傻 但是没有关系能用就行 好了我们为什么需要html呢 因为我们需要呃为我们的js找到一个运行环境对吧 在有一些呃人会node的话 在node里面也可以去呃运行这个js 但是呢我觉得啊 在crume里面是最好的 因为刚才我解释过了 他有非常好的一个调试工具对吧 所以呢我们还是使用crume 好了我们要开学习咱们的第一个数据结构了 这个东西叫站那么站这个东西有什么特点呢啊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非常基础的一部分啊 他会非常非常的简单 在大纲里面呢我们就是要学几个东西站的概念对吧 什么叫做站他要干什么呀 为什么要学这个结构啊对吧 他结构怎么样呢他怎么有什么操作 因为对于啊某种特定的数据结构呢 对应的是他操作的吧 这个先跟大说一下后面的会用到的 然后接下来是站的操作的实现 对吧 比如说呃他有一个功能对吧 站有一个东西叫做push 往里面say push 那么这个操作怎么去实现呢 咱们用代码怎么写呢 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咱们要解决他 然后学会站的结构之后呢 我们就来搞一个非常经典的东西叫做十进制转二进制 对吧那这个十进制怎么转二进制呢 对吧大家知道什么是十进制什么是二进制吗 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给大家呃慢一点 十进制比如说呃十进制有几个东西呢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共十个数字 十进制对吧 那么二进制他有几个数字呢 那么十进制有十个数字呢 那么二进制当然就两个数字了那是什么呢 零跟一那他怎么算呢 比如说是这样的零对吧 对应啊对应一下二十零 他是零或者说啊大家不习惯十二吧 那么十进制的一呢是二进制的一没错 那十进制的二呢是二进制的一零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二他只有两个数零跟一 所以呢他只能进位了对吧进到一零了注意啊不要念十啊 或者说啊我不要念十是十对吧 不要念十因为这是十进制的词 这叫一零一零 OK一零他表示二二进制就这么一个东西对吧 啊大家都知道计算机的底层呢都是二进制表示了 当然具体为什么的话这都能再开一个课了 所以咱们就不去深游解释了 反正咱们要实践一下十进制转二进制 用站来操作的话非常非常适合以及简单 OK